开播之后备受争议的如意传,随着重要人物依依登场,剧情逐渐展开,口碑持续上涨。 最近更是迎来了局中的一个小高潮,如意被最信任的丫鬟爱若背叛,冤枉他陷害一贵人,没贵人又狠狠的,打了他一巴掌,白口默辨得如意眼中含泪,受计委屈的他让人看得心痛不已。 尽管皇上相信这一切非如意所为,但还是将他关进了冷宫,从提前曝光的预告片中可以得知,走出冷宫的如意不再是从前的他了,尤其是成为了季后的如意更是气场全开,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,原本只想与红利相爱,熟出相守暴露的青鹰,最好还是被卷进了后宫的争斗中。 虽然这部剧开播是因为你老鼠耳环,蝴蝶杰斯金的浮化道具,画面色调保守争议,可是随着剧情推进,演技爆发的演员们让人越看越着迷,不少人被周迅这段依靠着门,独自落泪的敲劲所触动,周公子满满的眼神戏,诚实出了奔向和皇上场相厮守,却不得不身陷后宫攻心斗角中内心的无奈,周迅手机的造型播出后, 引起了网友很大的争议,但随着剧情慢慢推进,如意的造型随着人物的性格发生了变化,其一是发型上的变化,原本为了表现出少女的活泼,而打造的埋花肠便适得起反,略显发琐。 后来玩起了发型后,明显清爽了许多,视觉上眼上脸部看起来挤振了不少,其二是唇妆上的变化,先前的唇色比较艳丽,再加上画面的调色显得稍有违和,后期换上了自然人气的橘粉色唇,就显得更为清理动人了,之后如意妆发上还会有所改变。 在后宫的旋风行语中不断披荆斩棘,整体造型也会更加稳重大气,尤其是眉形上的变化最大,从原本温暖的心愿,眉到后期眉尾风力善扬,一下子展露出季后的超强气场。 即使没有浓厚的眼妆,满腔的怒气还是写在眉眼间,周雪莉演技无可挑剔,身份升级后的如意,唇色的变化也不小,红唇不断进阶, 带上独一无二的官室,已经让人迫不及待想看到季后掌管六宫时期的剧情了,如意传中其他几位嫔妃也各有千秋,董洁,董洁,在剧中饰演复茶狼花,家世显赫,端庄大气,他原本不参与后宫争斗,可是还是受到他人挑唆,后来与如意产生嫌隙,董洁的中分发连着冰角贴于脸颊旁, 豆沙色的口红,决定了整体温柔大气的妆容,一如剧中的大气温良,董洁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温暖,但一旦换上了剑眉就立刻显得十分坚毅,童瑶,童瑶在剧中饰演高西月,相貌秀丽,性格战阳保护,在剧中语如意争宠,素有小张子一之称的童瑶, 古装扮相也是惊艳无比,平滑上扬的鲜月眉,樱花色的唇色,俏丽可人,整体体弱多病的形象悦然纸上,而现实中的童瑶,却不像剧中那般沉弱,它是随性大方的,妆容简约的,自信从容。 张俊宁,张俊宁在剧中适应海兰,性格温暖,表面柔弱,耐力骨感,在剧中数次帮助如意,剧中的他简单的中温加上小发际,并无过多装饰,素艳的妆容展现了两温暖柔弱的外在,而平直的衣子眉,却显示了骨感的内心,现实中的张俊宁更多的偏向于内心真正的海兰,造型中的挑眉也更添了一分乐活率真, 新直磊,新直磊在剧中是眼睛欲言,勾引皇上的片段让不少观众领教了他的风情,他成腹极深,印心勃勃,剧中的造型以两边细长的比较味特色,眉尾细细上挑的球波眉尽线妮媚,上扬的眼线,眉果色的唇,心狠手辣的妖女形象时许如生,而现实中的新直磊更容偏向于解封,带来独有的高级感。 虎可,虎可在剧中是眼松绿云,他断后平和,也叫糊涂易受人缩柏,这样一个佛系的角色,剧中通过两条长长的小山梅来打脏。 B,起前期超线艳丽的妆容,后期整体以吃土色为主,是非常活系了,现实中的玄妻良母好妈妈虎可,和剧中弱化眼妆,凸现唇妆的造型不同,现实中的虎可是弱化唇妆,凸现眼妆,使得眼睛更为深邃。 李纯,李纯在剧中扮演的人物魏魏燕婉,容颜貌美,同样的野心勃勃,为她目的不择手段,短小的柳燕眉,粉色系的眼妆和丰满烟红的唇妆,至于她就是阴柔妩媚的魏燕婉,而蛋蛋都已自出没有,和蛋蛋的樱花粉唇, 是现实生活中的李纯喜爱的蛋装造型,和红衫,和红衫剧中的角色魏白瑞姬,出身被威,受到皇上宠爱好嚣张拔骨,剧中的她,戏长精巧的小沙梅呦,橙色系的眼妆振脱出信源机灵的眼睛,完美展现了凌厉娇气的白瑞姬,而现实中的和红衫则是一个清新的女孩,甜美的空气刘海, 与剧中同样的,橙色系眼影配上粗淡的眉,和元气的西柚色唇膏,却是完全没有掉滴滴的感觉,而是十足的氧性美女,曾一轩,曾一轩剧中名为阿弱,是如意陪下侍女,在最近的剧情中背叛如意,让不少追剧的观众害得牙痒痒,剧中极性的挑眉和上挑的眼线,以及娇艳的蠢色,完美展现了她张狂的性子, 而现实中的她却是喜好粗粗的眉毛,眼妆部分,也是并且上调的眼线,只是简简单单的素颜妆,展现了她与剧中截然不同的简单性格,如意转一转了吗?转文,Cathy Zoo,图片来源,网络。